我基本上有個習慣 就是會把一些上一次上課的重點 才會再提一下 所以上個禮拜當然包含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Python的環境設置 所以確定 當然我是用懶人包 懶人包真的還蠻簡單 因為因應現在的學習需求 因為程式真的很複雜 那你如果還更複雜的話 所以一般人才學太累了 可能學了之後回去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盡量讓那個操作越簡便越好 所以我弄了一個這個Python的懶人包環境 那很簡單解壓做到低疊 打開那個Spider 就可以有一個開發環境 那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其實只要在左上角按一個新聞鍵 那你就可以把程式寫在空白一處 就可以開始 我覺得這樣應該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第二個的話 上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就是開始我們撰寫一些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蠻多我會 就是利用那個ChargePT來產生 那你會發現ChargePT其實產生的程式碼的水準 其實 目前來看其實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我不知道說是不是因為 現在免費的版本是3.5 因為它免費 所以它難免還是會有一些地方 好像會留一些地方沒有什麼完美 讓你debug的感覺 所以假設說你對於這個Python的環境 Python的程式不太在行的話 那可能會遇到問題就是說 它可能有一些地方你需要調整 那當然你不知道怎麼調整 或者是要debug你不會debug 所以目前的ChargePT所產生的程式 基本上說可以用 但是問題就是還會有地方需要修改 那比如說我們請它幫我們寫一個什麼呢 可以輸入年齡 然後去判斷說它是否成年 或者說它到底是青年、壯年、老年等等的 這種條件的話 那基本上它是做的還蠻不錯的 甚至我希望把年齡改成生日 這個地方它也幫我把程式寫出來 而且寫的其實還蠻不錯的 這個地方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要把生日變成計算年齡的話 那它其實是真的可以幫上忙 你就不用特別說 一定要這個自己親力親為 有些地方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那你說老師那我Google也可以Google 當問題Google到的結果 你會發現有些程式的東西 真的是兩又不起 而且每個網頁其實得到 每個問題得到的答案 其實都不是那麼的好找 尤其是我發現Google上面的東西 給的其實 除非說你有一點功利的人 知道說這個東西是要 否則的話真的 即便那個程式已經在那邊 我發現很多就是初學者 或者說你可能不熟程式的人 還是不知道怎麼用 那恰不可以有個好處 就有點像是你跟一個專家問問題 這個專家真的可以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我覺得他其實已經可以到那個專家的水準了 那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其實也有給他一些問題 然後並且叫他判斷什麼呢 BMI 那發現呢 問題其實不用問得很深入 也不用特別去解釋什麼叫BMI 因為像BMI這個專有名詞 好像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的一個 那個名詞 一個詞 其實你不用特別跟他講說BMI是什麼東西 他好像也知道 但是有一些名詞 他並不是那麼的普遍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名詞可能要稍微解釋 怎麼怎麼知道 其實有時候我的習慣是我先問問看 假如說他不懂的話有沒有 那他會跟你講說什麼地方他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然後所以他把他知道的答案給你 所以他應該得到的結果不太OK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在下方跟他繼續說 或者是呈上題 你跟他講說根據上一題 我要補充什麼東西 然後他會知道說 你又加了什麼東西 他會幫你把答案再輸這一下 其實我覺得倒也還蠻好的 就是你問不用一次問到一定要的答案 可能你可以分好幾次來問也沒關係 那另外的話就是 Python跟PPA資料的格式交換 其實我覺得XRGB也可以幫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就是要寫 請XRGB寫個什麼什麼的程式有沒有 那我們開頭可能會請你幫我撰寫一個Python程式 然後這個程式的內容是什麼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把前面的Python程式改成VBA程式 那你會發現 他好像會翻譯一樣 他就幫你把它翻成另外一個版本 所以XRGB基本上在這個地方轉換 就是程式語言轉換上面 其實就可以非常可以幫忙 也就是以往你可能只會一種語言沒有關係 你可以XRGB幫你轉換 甚至你可以把程式碼貼上去給他 然後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把它轉換成另外一種語言的程式碼 他真的也會幫你轉換 而且轉換的結果其實還滿不錯的 我發現他其實真的還滿 真的還感覺他真的看得懂 然後真的會幫你轉譯 所以這個地方上面 尤其以XRGB來看 在那個深層程式碼的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是滿值得期待的 因為目前只有3.5的版本 那如果4的版本是要錢 當然會不會更好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當然可是每個月要花20美元的話 你覺得值得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後面因為我們要結合Excel Excel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Excel本身它是一個二維的一個表格 所謂的二維就是它有欄 有欄 有沒有 所以你將來假設 你希望去把資料寫到Excel的話 那你要記得它一定是有沒有 先寫一列 再寫第二列 有點像一個資料表的概念 一筆Raker 一筆紀錄有沒有 先寫一筆紀錄 再寫第二個紀錄 再寫第三個紀錄 那這個一筆Raker其實就是一列 一個RAW 那RAW裡面也有欄 所以特別注意有列有欄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牽涉到 就是迴圈也許會需要兩個迴圈 一個迴圈的話是決定它的列 一個迴圈是決定它的欄 所以未來假設你要跟Excel之間做資料交換 可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你一定要熟悉FOR迴圈 反而用File迴圈的機會 看起來好像比較小一點 所以也許啦 你們如果重要性來看 我自己搭配我發現好像FOR迴圈用到 因為它多半就是一個迴圈是列嘛 就FOR迴圈 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當然你給它列的範圍 哪一欄到哪一欄也是給它欄的範圍 它就幫你把整個表格的資料呢 也許讓它寫入 或者是讀取也是一樣 讀資料跟寫資料概念差不多 那上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是練習那個 把那個用FOR迴圈呢 幫我加總1到99 OK 要得到結果 所以練習FOR迴圈 所以FOR迴圈一定要非常熟悉 那再來的話 二維的迴圈 就一個FOR I FOR J 有沒有 那當然呢 我們用九十八的練習 九十八其實 就是也是主要是練Excel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你產生的資料 絕對不會是單一個資料 它一定會是多個資料 像一串嘛 比如網路上爬的資料 那爬來不可能說 你就爬一整個字串 通常是爬一堆的資料過來 然後可能會是網路上的表格吧 表格也是類似的 反正也是二維的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放哪裡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能今天的話 也許先直接看那個 雲端白板的那個 我們這個網址 各位還記不記得 所以接下來來看一下第五個單元 你們打開那個 或是你講義 我記得好像講義裡面也有 第五個單元 那這裡的話呢 重點就是第一個 因為我會產生的資料 一定就是不只一個資料 可能是一串資料 所以你一定要熟悉一個資料形態叫做串列 那這個串列的話其實 它是蠻像那個Excel裡面的就是範圍 或者叫做清單 因為它的英文名稱叫List List其實是一個清單 那當然翻譯的話習慣翻譯成叫串列 那也就是說它就是一連串的資料的意思 那所以一連串的資料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放Excel裡面 Excel的話就是一個範圍啦 OK 那所以這個串列 那你當然可以視為就是它一個範圍 然後也可以視為一欄 有沒有一欄這裡面東西 那將來呢 如果我要把這個資料塞到Excel的話 那勢必你一定要熟悉這個List 這個資料形態 這個第一個 另外呢 這個串列之外還有一個所謂的字典 那這個串列跟字典有什麼不一樣呢 字典的話其實跟串列有一點點像 但是它的最大的差別是說 字典裡面有點像中翻音嘛 一定有什麼單字的解釋 所以它的概念一定是Key加一個Value Key它中間加冒號 也就是說什麼樣的Key 這個Key一定是不重複的 它冒號裡面放的資料 所以一定KeyValue 那你可以視為兩個串列啦 一個串列是Key 一個串列是Value 那將來的話我們要取的話 通常是取Value部分資料的部分 把它取出來 第二個差別是說 串列呢 它用的符號是中刮符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看到那個中刮符有沒有 那就表示是串列 那如果是字典的話呢 那就大刮符 大刮符 OK 所以這符號上面也不太一樣 那另外的話字典裡面有KeyValue 中間加冒號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這樣的形態 你也不要很驚訝 另外那個網路上面 決定格式也是類似像字典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決定直接丟到字典 是完全Match的 好那所以這兩個形態非常重要 尤其是串列用的字典會非常非常的多 OK 所以今天很多地方都會用到它 那再來的話 當然我們如果假設不把資料寫到Excel裡面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它寫到檔案 那在Python裡面存檔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程式兩三行就搞定了 開檔也是大概兩三行 存檔也是兩三行 所以當然如果你練習的話可以先把它練習存檔 至少你會存檔 那最常用到的格式的話 如果你假設你不一定一步就到Excel 你可以先把它存成CSV檔 因為CSV檔案的話 它一樣點兩下也是用Excel來開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給人家Excel的話 一般的使用者 他其實也會覺得OK啊 這個我打開就是Excel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玩 就是一定要Excel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再做一些些事情 好 那這個地方底下有一些相關的那個 串列的一些方法 跟它的那個一些說明 那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資料寫進去的話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最重要是這個 哪個串列的變數 然後後面加一個Append Append的話就把資料放進去 那放什麼資料 你就把N1放進去 所以它就會幫你把它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所以如果這個串列假如說是空的 空的就是說像長這樣 它就會把N1放進去 Append的N1嘛 那再會加一個豆點 那如果你再加一個N2的話 那N2就放這邊 Append的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要放資料進去的話 你首先要先開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再利用Append的方法把資料寫進去 OK 這個可能要有一點點概念 OK 不困難 但是它變成就是說開一個空的一個串列 然後再用Append隨時加到後面 所以第一個會先加到第一個 然後再第二個 再第三個 所以它這個串列其實是一個有點彈性的空間 也就是你放一個它就一個 放兩個就兩個 放三個就三個 OK 那另外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串列的編號有沒有 所影值它是從0開始 它並不是從1開始 不像Excel有沒有 Excel第一個就是1啦 絕對不會有0這個東西 可是在串列裡面它的編號一定是從0開始 那這個當然會很多人會容易混淆啦 因為0開始你會每次都還要再把那個 順序減1才會是它的所影值 那就會 常常會轉不過來啦 不過這也沒辦法 因為 常常就是所影值就是這個 所以有幾個地方是重要的 其他的相關的方法我想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還有比較重要就是算 到底這個串列裡面放幾個資料 你可以用L1N L1N就算說 我這裡面到底放幾個資料 比如說以這個地方來看 List1 假設List1上面這個資料有4個的話有沒有 1 2 3 4個 這裡面L1N得到就會是4 N等於4喔 OK 這個6怎麼來的 那如果假設是這個N就等於3啦 假設這個的話N就等於2啦 有沒有 OK 就是意思就是說 這個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用L1N去算說 這個串列它的一般叫長度 L1N就是L1X 算裡面有幾個 那這個概念感覺跟eSale好像有點相似啦 好 那其他會用到的這個可能先講一下 比較少用到我想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需求 我希望寫一支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就是讓老師輸入成績比較方便的一個程式 然後我先Demo一下 這個程式是這樣子 我希望讓老師不斷輸入資料直到輸入-1為止 如果我輸入-1之後的話呢 那表示說我不要再輸入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會出現請輸入學生成績嘛 比如說第一個學生86分 第二個成績85分 第三個83分 第四個假設82分好了 那我輸入四個成績 只有四個學生 那最後我再輸入一個-1 然後我把它Enter之後表示說我不要再輸入了 然後最後你幫我把這四個學生的成績怎麼樣 幫我全部放在串列裡面 當然你放在串列之後你可以做什麼 做平均加總等等的相關的運算 比如說這四個學生平均幾分 然後總分幾分 最高分是幾分 最低分是幾分 假設你要算這個結果的話 那怎麼做 好了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你輸入完 把資料放到裡面 然後列印出來 所以最後-1把這結束Enter 你可以看到底下就把剛剛的四個人的成績 通通列印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一樣一定只能夠用串列了 因為如果假設你說有四個人成績 那以前如果說我輸入一個數字 你是可以放一個變數 可是問題你假設放在一個變數裡面的話 那它一定是一個整數好了 整數類型的變數 可是問題整數類型的這個變數只能放一個資料 一個蘿蔔一個坑 可是問題你現在輸入四個 而且甚至不確定 因為最後 不知道有幾個學生的情況下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什麼 用整數型 那這邊當然用串列最合的 因為串列第一個 它可以讓你輸入一個 輸入十個 輸入二十個 一百個都可以 OK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它加進去的話 那怎麼寫 所以旁邊就是我剛剛寫的程式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我有個需求 什麼需求 我要放很多人的成績 所以如果你有個需求是很多人 記得是多 如果一個的話就一個變數就可以 可是如果很多的話 那記得我在這邊 就先產生一個變數 那特別是這個變數的話 是一個空的一個這個串列 空串列 那空串列怎麼產生 很簡單嗎 記得就是中瓜糊 前後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構裡面 它就會變成只有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當我輸入八十六的時候 它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它就變成八十六了 那第二個再放進去八十五的話 它就多一個豆點八十五 OK 一直推 豆點 豆點 一直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對話 那這個對話的話 以往就是直接寫什麼 寫input 請輸入學生成績 那我講過啦 可能它有小數點 也可能沒小數點 所以我這個轉型的部分 我是用什麼 用evil evil的話就是它輸入整數也可以 輸入小數點也可以 但是底下可能要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 如果這個輸入的資料 假如是-1的話 跟著你講 假如應該是不是-1的情況下 所以你會用不是喔 不是的話是金燈號等於 叫做不等於-1 如果不是-1的話 那我就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把成績 哪個成績 inscode的成績 把它塞到scode裡面去 所以如果我今天打了八十六 它是不是-1呢 不是嘛 所以它會執行底下的這一行 那這一行的話就是把86放到這個空的串列裡面 所以append 所以特別說關鍵就是這個 append 把它放進去 所以假設執行完畢 它就變86了 然後這邊就中瓜糊了 OK 那一樣再把 所以如果我希望它不斷不斷的去輸入 直到什麼 直到輸入-1為止的話 那因為我不確定範圍嘛 所以如果不確定範圍的話 那上面請你寫成快迴圈 OK 那這個快迴圈的話 意思就是說不像for迴圈 for迴圈的話是for eye in range 它有一個範圍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不是範圍 所以後面你會發現它只有放一個1 你看你會說1 那快迴圈跟各位講 它後面的條件如果為true的時候 它就進到迴圈 那如果為false的話 它就跳離迴圈 那跟各位講 那你可能會同學說 老師 那個1是怎麼 其實1跟各位講 1就是true OK 也就是說你們可能會在書上 或者是網路上會看到有人寫就是while true冒號 也會有人寫while e冒號 那跟各位講 其實在程式語言裡面 理論上我遇到的基本上 0也可以等於是false 1也會等於是true 那所以像我的習慣 因為如果假設你要打1跟打true 那當然打1比較短嘛 所以理論上我就直接打1 所以畫有1其實這樣指的是while true 那你想說不對啊 那如果while true的話 那不就是它永遠都會進到迴圈了嗎 對 沒錯 所以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這樣寫的話好處就是比較好表達 反正我就跟他講說 反正你就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什麼情況下為止呢 就是當你出現負1的情況下 那你就要停下來了 所以喔 理論上假設你看到while e冒號的話 那這個程式裡面一定要有出口 也就是說有點像一個油門 有沒有 油門踩到底 你又一直開一直開 開到哪裡停下來呢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一定要有break 如果這個while回圈裡面沒有break的話 那完蛋了 他就變無從回圈 他就會變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跑跑不出來就跑到當機為止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所以為什麼會他程式會離開呢 因為他不是負1的時候他就寫資料 那反之嘛 反之就是Ls 如果說他等於負1的話呢 那他就break了 那break他就會跳離這個回圈 他就不會繼續往下 然後會繼續下面這一行怎麼樣呢 把那個go裡面的資料 通通都列印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底下 不就會有一個列印出來的一個 這個串列結果嗎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試著了解啦 因為在處理SEO之前 如果假設你不懂得用那個 這個空串列 加上一個append的方法 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那後面應該很難的 所以特別注意啦 如果你假設要學會大量資料 或者延伸到ESEL的話 那一定要學會串列 這邊很重要啦 因為如果不會用串列 真的就很難處理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串列的部分一定要熟悉 最好是說啦 我有把剛剛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的第五單元 所以你可以在第五單元打開 那我是把它放在第五單元裡面的第一頁啦 你把它捲動 這個就是那個表格嘛 底下就這一行 那當然如果你程式打得慢的同學 你可以先用C、C、C、V貼上 但是你貼上之後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把它delete掉 但也不一定要全部delete啦 你可以怎樣 把你比較不熟的 比如說你留那個scode跟這個嘛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自己打打看一下 所以你就先打 畫有E、貿號有沒有 然後enter它會縮排 然後你再有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通常它這個架構 應該未來很常見的一個架構 就是回圈裡面會有邏輯判斷 那回圈可能是for回圈 就是有範圍的 如果沒有範圍是一個條件的話 那就file回圈 OK 那如果你用fileE、貿號 其實我還滿常用fileE、貿號 因為滿簡單的 就反正你一直執行就對了 那執行到什麼條件發生 你就break掉 那就OK 其實會比較好敘述 但是如果假設你把一個條件寫在這裡的話 哇 那你程式會很難寫 你們可以改改看 如果你這邊假設是條件是什麼 條件如果把這個條件有沒有 把它寫在E的位置的話 那真的就不太好敘述了 因為變成說你還要再考慮什麼 那個input的問題 有沒有 你input變成你不能寫在裡面 你只能寫在外面 但外面你先寫一次 那裡面又要繼續寫 變成你可能會有兩個input 你說老師你為什麼這樣寫 其實就是讓程式比較簡單好敘述 OK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輸入成績的程式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再來待會兒的話 因為工作流程上面 通常有一個需求是你要逐一輸入 另外有一種需求是什麼 它其實已經有成績了 比如說像現在 在修改這個改考券好像都是用電腦 有沒有 你畫 或者你用 怎麼直接在電腦上作業吧 所以最後的話 教務處可能會有一個成績 它會給你一個檔案 那可能會出入成績這個事情就不是人工 可能就是讀檔 待會兒再來看 如果假設它已經有一個檔案存在 那我要把那個檔案讀到程式裡面來 做處理的話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地方先完成 然後再來如果完成之後的話 除了讀檔 還有一個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 請你幫我算一下 這邊有幾位學生 然後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 而且平均我希望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那該怎麼做 試試看 這個之前我們有做過就是做練習